我们前面本来原来的方式是先做 先做那个什么按钮 然后再把它改成制定函数 它其实你颠倒过来也没有关系 你可以先制定函数 再去做Sub 也没完 而且有个好处就是说 如果说你做完那个制定函数 像刚刚制定函数里面有个商品比数函数 你给它这个结果 你向下填满 但是如果你将来希望 这都出来了 你希望把它变成按钮 那按钮的话 你其实程式可以不用重写 你可以从Sub去呼叫制定函数 OK 有的时候可能会更简单 怎么说我们来看一下 像这个按钮 当然有两个 一个我们来看一下 第一个清除 我想这应该前面做的还蛮多的 其实清除的部分的话 当然程式在这边 Sub 一样是商品比数清除好了 假设我也有一个Sub 它清除的范围是从那个第二列到最下面列 所以这个写法前面好像写蛮多的 那清掉那个第B栏的部分的话 就把那个B栏里面的东西给清空掉 OK 那给它的是空字串 那如果说我今天要产生一个商品比数 前面当然如果你要重写 其实这个逻辑蛮复杂的 那因为你上面已经有写好一个商品比数函数 将来如果你要呼叫它的话 其实你可以从什么 从这个地方下手 For I 等于一样第二列到最下面一列 那中间的部分 其实你可以不用重写 怎么说呢 因为已经有写好一个自定函数 对不对 其实你也可以去呼叫它就好了 那呼叫的方法 可能你要大概了解一下那个逻辑 因为那个方选 自定函数呢 它会返还一个结果回来 那返还回来你必须要去接 那谁去接呢 实际上就是B栏嘛 由B栏去接 所以特别注意哦 这里面的话你就写这样 由B栏去接 所以你就写一个Sales 然后呢哪一列呢 第I列的B栏 OK 那它去接 等于 等于什么呢 那我们有个自定函数 叫商品比数函数 对吧 那你可以怎么样呢 可以把这个商品比数函数 这边的名称 干脆复制过来 按个坎兽键 钱瓜糊 你会发现哦 这个时候它会问你说 那你 你要帮 这个 出价我 可是你要给我一个商品名称嘛 那你的商品名称放哪里呢 其实实际上就放哪里 放它的A栏嘛 同一列的A栏 那同一列A栏怎么叙述呢 其实你可以把这个 没有 复制到前面 这边改成什么 改成A比较好了 OK 这样就可以了 就是同一列 同一列的A栏 那 它会怎么样呢 它会去呼叫这个函数 并且把结果返还回来之后 就帮我放在B栏了 诶 程式就写好了 所以往后 当然 如果你希望 如果你写完自定函数之后 就不要 不用再浪费时间 再写那个 SOP的话 那其实可以用呼叫的 这样子做完之后的话 我们来看一下 基本上 这边是个中断点好了 假设我这边执行它 停在这里 那实际上 因为我是呼叫这个自定函数 所以我会把这个什么呢 这个这笔记录 现在在A栏里面的资料 丢给谁呢 丢给自定 丢给这个自定函数 所以它按F8 会跳到哪里呢 会跳到自定函数这边 顺便把这一笔记录里面的这个资料 把它丢过来 丢过来之后的话呢 那我们一样 就是跑过一遍 因为这里面没有 没有顿号 所以找不到 直接跳回 那跳回的话呢 就传回什么 传回1 给谁呢 这个时候呢 它会把1丢回 丢给什么 B栏的这个位置 所以1就丢过来了 那换下一个 下一个一样 反正一样就把 这个资料 传过来 这个第三列 好像资料比较多一点点 那一样就跑 OK 然后就是去找 找到之后一样 怎么样 就把资料 再丢到这个储存格里面 OK 那反正反复的吧 OK 那从第一 第二列 一直到最下面一列 这样的话 很快全部就做完了 那这个 这个范例里面 主要就是跟各位讲一下 如果你将来 自定函数写完了 不是说只能够在 插入函数里面用 你VPA里面本身 也可以再呼叫它 OK 所以这种写法的话 那就可以灵活 弹性的去使用 那这个部分的话 我想各位 把这一体 这个额外补充的 所以 OK 那接下来 那个 待会请各位 再开启 那个上个礼拜 我们好像有个 那个大型四算表的范例 后面还有一部分 还没讲完 那请各位 再把那个范例先打开来 画面先还给各位 哦 谢谢大家